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宝小安姐 一到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西瓜了 不仅香甜可口呢还可以补充维充素 但是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不少朋友呢都不会挑选 其实挑选西瓜是有小窍门的 只需要看这几个地方就可以挑到好吃皮薄的西瓜 赶紧给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看西瓜的瓜旗 我们挑选西瓜呀看西瓜这个底部的圈圈 这个圈就是西瓜花朵脱落以后留下的瓜旗 瓜旗越大说明皮越厚甜度比较低 那瓜旗越小说明这个瓜呀皮薄非常甜 所以挑选西瓜呢尽量要挑选瓜旗小的 第二我们要看西瓜的颜色和它的纹路 自然成熟好的西瓜呢 它的纹路是比较清晰并且整齐 如果西瓜的纹路是比较杂乱不整齐 那这西瓜很有可能是不够成熟 尽量不要挑选这样的西瓜了 另外挑选西瓜呀要看它这个颜色 颜色越深呢代表这个西瓜越好 如果你看的西瓜呀颜色比较淡偏白 那这种西瓜呀缺少水分不建议买 第三我们看瓜藤 挑选西瓜的时候啊尽量要挑选瓜藤是弯曲的 因为这种弯曲的瓜藤呢说明是好瓜 属于自然成熟的西瓜 这样的西瓜是非常甜 如果你挑选的瓜藤啊是比较直的 说明这种西瓜还未成熟就被摘下 第四是最直接的方法我们听声音 我们可以拿起一个西瓜呀 然后轻轻的拍打它这个瓜皮 如果你听的声音呢是喷喷的响声 说明这个西瓜很脆肯定是熟瓜了 当你敲的时候是当当的脆响声 说明这个瓜很硬还是生花 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上的这四点挑选西瓜 绝对可以让你挑选到好吃又甜脆的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学会以上的方法呢 以后挑西瓜是个个都甜咯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吧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